1942年11月,港村宁次担任日本花北军总司令,对八路军根据地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扫荡 独立团分散撤离,李云龙和赵刚各领一支队伍 掩护完群众后,李云龙舍不得中机枪,正为赵刚安慰他,救的不去信的不来 说完拉起李云龙,临走时不忘留下两颗手雷,炸掉机枪 李云龙在撤退途中被病魔击垮,强撑身体的他假装自己被绊倒 就这样,他仍不愿意丢下骑兵连,正为命令和尚强行带走了李云龙 孙德胜率领的骑兵连被鬼子包围,为了给独立团其他人创造机会 孙德胜命令骑兵连向日军骑兵连队发动冲锋 第一次交锋后,骑兵连仅剩五个战士,孙德胜用军帽擦了擦战斗 这次冲锋后,骑兵连仅剩孙德胜一人,他的左臂被鬼子砍掉 孙德胜调整下自己的坐姿,右手拿稳战斗 孙德胜牺牲时,仍手握战斗 日军骑兵连队长黑岛森田命令手下,后葬这群勇士 孙德胜用生命帮助独立团赢得时机 李云龙和赵刚手下部队,只剩下不到一个连 却连跳出鬼子两道包围圈,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包围圈 李云龙决定守住新庄阵地,等到天黑了再突围 新庄后面就是大山,只要进了山,鬼子就只能干凑眼 但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李云龙抽空锁了两口烟袋 三宝给李云龙说,他有办法弄来卷烟 战斗开始后,李云龙和独立团的战士一通伏击 干掉60多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大佐 三宝趁机溜过去,在鬼子身上搜出一包卷烟 不料日军狙击手打黑枪,三宝为此送命 牺牲前不忘把烟递出去 独立团坚守到晚上,趁鬼子不注意,全体分散突围 李云龙为了掩护正伪他们一伙人,主动开枪吸引鬼子 天亮时,李云龙及其手下终于跳出包围圈 眼看就要进入赵家宇,却撞见一队鬼子兵在追击老乡 李云龙带着不到一个连的部队,朝鬼子发动攻击 独立团204连八班战士王喜奎,人称喜子 他是独立团有名的神枪手 新庄阵地上他干掉了19个鬼子 这一战他又击毙9个,只可惜子弹不够 喜子气得吹地 眼看战士们一个个牺牲 李云龙发着高烧,硬死不退 为和尚被逼无奈,一招打运李云龙 然后背着他流流球,临走前让喜子掩护他和团长 鬼子冲上阵地,喜子弹药耗尽 只好给三八大盖装上刺刀,准备进行最后一战 他和一个新兵背对背,面对十数个鬼子 王喜奎丝毫不慌,日军翻译想要招降安人 王喜奎以伤患命,干掉了四个鬼子 最后被鬼子刺刀贯身,牺牲在阵地上 和尚背着李云龙走了十来里山路 却还是被一小队鬼子瞄上 最后被包围在一个土屋里 二人誓死反击,鬼子看到睡降不成 开始点火烧房,魏大勇朝李云龙敬个礼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然的准备 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李云龙不愿意被鬼子烧成烤乳猪 命令和尚拿起枪和手榴弹,再进行一次冲锋 就在这时,政委赵刚带人前来支援 原来鬼子的枪声和烧房的烟雾为赵刚指引了方向 赵刚灭掉外面的鬼子,朝屋子里喊了一句 李云龙不顾周围的大火,让政委到屋里来 政委退到砖头,灭到大火 刚喊了一句老李,李云龙就晕了 等到李云龙再次醒来,他已经到了赵家喻的土炕上 时间也已经到了1932年的冬天 这时候独立团十句十散,在近西北越混越壮 李云龙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 全团干部从我开始 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 只当我们是孝聚山林的良山好汉 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门棍,绑票 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 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 你们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 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只要枪声一响 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 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 吃的,穿的,枪泡,弹药 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 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 不,咱也不是啥都要 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排长们哈哈大笑 此时赵家喻的副救会主任秀琴 拎着军鞋到了门口 听见李云龙粗话满口,闹了个大红脸 等到众人散去后 秀琴偷偷找到团长李云龙 旁边的政委赵刚说了一塌东官话 李云龙听不下去,嘲讽赵刚太酸 朝着秀琴哈哈一笑 秀琴也不见外,直接道明主题 为啥不给她发枪,是不是瞧不起妇女 李云龙本想说打仗是男人的事 不料秀琴不高兴 李云龙脸上挂不住 拿出唇飞送的不让宁熊枪,又从兜里掏出四颗子弹 只要秀琴能压上子弹,枪就归她 还不忘吹嘘自己 咱老李一口吐沫一个钉 就这样,李云龙少了根枪 多了一个对她有好感的秀琴大妹子 过了几天,丁维和孔杰来找李云龙 几个大老爷们吹牛上瘾 忘了屋里有女人 李云龙编了一个塑造家的爱情故事 李云的秀琴听见这句话 气得把手里的线都争断了 这边老李也不害臊继续她的表演 丁维打去李云龙 说他把梦里的事情当真了 这时候秀琴才恍然大悟 孔杰说起正事 说上次鬼子大扫荡 他手下只剩下三百人 丁维仗着家底后 一天内连闯鬼子三道封锁线 李云龙听得心里一酸 你小子杀人不忘诸心 老子咱这点家当容易吗 这就好比娶媳妇啊 我抠抠嗖嗖的攒了点钱 盖房子找人说没 下聘礼 半酒席 等我忙活完了 新娘子快入洞房了 他老爹入洞房了 李云龙倒完苦水 又开始了自己的显摆 说前几天二营长来找他 缴获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丁维和孔杰脸上顿时变色 好家伙 临走分别时 三人决定成立进西北铁三角 一家有奈八方支援 李云龙万万没想到 铁三角最大受益者 竟是他自己 时间过去了半个月 李云龙手下的侦察兵 打探出消息 蠢云菲的一营长 钱博森要叛变 而蠢云菲仅带一个警卫连 前去调查 李云龙断定蠢云菲有危险 命令一营和二营迂回包抄 骑兵连直接突袭 一个小时内战斗就结束了 李云龙当然不能吃亏 他缴获了钱博军 一个营的轻重武器排气炮 足足装备了半个团 李云龙在军事上 劫保连连 爱情上也是好事不断 秀琴向李云龙主动表白 坚持做他的女人 在秀琴火辣辣的目光下 李云龙乱了阵脚 两个人情不自禁 如同喝了烈酒一般 眼看激情大爆发 就要出大事 没想到李云龙不小心 被针扎到脚 二人如猛出醒 秀琴走后 李云龙一夜未睡 12月的一天 李云龙带着和尚 去了平安县城 在县城中心大街的 祥和茶馆里 见到两个人 正是楚云飞和他的副官 孙明尚未 四个人就这样 在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 见了面 楚云飞邀请李云龙 晚上去巨仙楼一聚 李云飞笑称他是借花献佛 因为日本宪兵队队长 平田一郎要过生日 就把巨仙楼包了 但是鬼子的饭 不吃白不吃 四个人约好晚上 不见不散 楚云飞这边准备了礼物 李云龙空着手 心想吃他的饭 是给他狗着的脸 带什么礼物 两人进了门 管事的准备接礼品 见两人白吃白喝 以为二人是便衣队的 准备一会儿去找 平田一郎告状 桌上摆着冷昏类的下酒菜 平田一郎开始他的演讲 所有人都在身脖子听着 唯独李云龙和魏大勇 按捺不住 已经开始狼吞火焰 而且吃相极其难看 时不时发出 巴结嘴的声音 李云龙和魏大勇 都喜欢吃油炸花生米 两个人你争我抢 魏大勇抢过盘子 把花生米往嘴里倒 李云龙开始熟了他 你看你这吃相 你这吃相多丢人 这是宴会 大家都是文明人 你看看你 你多丢人呢 和尚嘴里塞着鸡腿 说李云龙吃相抢不到哪去 手上又开始掰另一个鸡腿 李云龙急眼了 用手扇了一下和尚 临桌的日军少尉活了 陆氏和尚骂了句巴嘎 和尚虽不懂日语 却知道这是句骂人的话 张口就骂 你狗日的 骂谁的 李云龙一脸坏笑 他骂人不对 缺少教养 你不能跟他学 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蜀云飞和孙明忍俊不禁 却偷偷打开了手枪保险 平田一郎过来询问 李云龙是哪个部分的 此时李云龙吃饱喝足 正用桌布擦嘴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话音刚落 掀翻饭桌 蜀云飞那边也站起来 四个人大盗聚仙楼 干掉鬼子守备县城的所有军官 出城时轻轻松松 李云龙这回又立一功 但他万万没想到 他已经上了鬼子的黑名单 连日本华北派遣军 司令官多田军都被他震动 此时被李云龙用鸡腿补偿的赵刚 也是目瞪口呆 眼看李云龙爱情事业双丰收 但他没有想到 在他和赵刚斗嘴的时候 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 萧总一男中将 根据情报制定了一次偷袭 意图消灭李云龙 他还亮出自己的王牌 德国受训的特攻队 而这次行动让李云龙一生难忘 因为他将失去一位爱他的女人 而萧总一男也万万没想到 他将失去的比李云龙更多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